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近期的媒体报道 就不难发现 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评估报告是有争议的 参与评估的专家发表了不同看法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再次表明 机构就核无染水排海这一复杂问题 仓促出台报告 相关结论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没有解决国际社会 对辅导核无染水排海计划的关切 日方不能将机构报告 当作排海的通行证 我们要再次指出 把不确定能否处理达标的日本福岛核无染水 同核电站正常运行排水进行简单类比 是违背科学常识的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一是来源不同 二是所含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 三是处理难度不同 日本福岛核无染水来自于事故后 注入损毁反应堆堆新的冷却水 以及渗入的地下水和雨水 包含损毁堆新释放出的各种 方式性核素 与核电站正常排水根本不是一回事 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本没有评估日方 核无染水进化设备的有效性和长期可靠性 无法保证未来三十年所有核无染水都能处理达标 长期排海对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的影响 也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轻易下结论的 如果有人认为福岛核无染水可以饮用 可以游泳 我们建议之方 把核无染水好好利用起来 供这些人饮用或游泳 而不是排进大海 让国际社会担忧